你这不说这头 不是说好了猜拳决定吗 是啊 我是说石头 就在刚刚 两位即将垂目的老人 竟然玩起小孩子游戏剪刀石头不来决定出手先后 其料颜色大师还是如同小孩一般不忘耍爱 偷偷凝聚福利直接出手 只见满山碎石受到福利牵引悬浮空中 密集的碎石形成一阵巨大的石雨 大神官健壮立即反转手掌开始大做神术 手掌燃起洁白的浩天神灰 顷刻尖头顶的石雨变化为灰烬 其料此刻颜色大师还要劈一下 暗藏一块小狮子砸在大神官脚面 大神官吃痛抱脚打转 从中观战的桑桑也是面露鄙夷之色 此刻颜色的无赖之举并未让人生艳 反而增加了一片光彩 颜色大师自知李亏决定这次让大神官先出手 只见光明大神官两指并拢双臂舞动像极了广播体操 两只手掌指尖燃起两股圣洁的浩天神灰指向天空 两股强大而圣洁的光辉在空中宛如两条犹龙相互交错 颜色大师自是不甘落后凝聚出一道好久不用的山字符抛向空中 两股强壮的力量相互碰撞而破碎 破碎的浮力与神灰犹如水雾一般散落了空中 被太阳的照射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接着又落到地面又像满山的雪花纷飞 一阵雪花过后颜色大师再次凝聚福利 此时的颜色已经迈出那一步 迈出了一直恐惧而没敢越过的境界 此刻越过五境的颜色发出这道颈字符横跟天地之间 开始对山顶周围的一切进行切割也包括整个山顶空间 大神官看着被切割而开始黑暗的天空 说完大神官也再次启动神灰 此时此刻的光明大神官也迈出了恐惧的那一步 也越到五境之上 一道世间前所未有的浩天神灰强大而圣洁纯净 开始阻止这道正在切割空间的力量 这两道强大力量是两位老人在越过五境之后发出 一位老人福利在破坏这空间 一位老人的神灰阻止空间继续破锁 两股强大力量在空中相互碰撞摩擦 所以这场俗世根本无法理解的战斗 被人描绘成能够理解的画面方烟花 画面美到极致而无比绚烂 这时两位老人的力量也超越极限窥探到了未来 颜色大师看到将来这道大福会被自己爱同明缺写出 非常的欣慰愉快 而光明大神官看到的一束光辉 却是未来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 处于天起境界的光明大神官受到了浩天启示 终于清晰地看到了黑夜的影子 原来自己苦苦追寻的黑暗便是自己爱徒桑桑 老人回想起刚刚遇到桑桑那一刻 当他看到这个小姑娘从发丝到脚趾都无比通彻明亮 便决定收桑桑为徒授予她浩天神灰 老人终于明白了这机缘是什么 桑桑 你相信机缘吗 就是我的机缘 老人与桑桑相遇便是浩天的安排机缘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明误了这世界的本相与未来 两位老人握手相邪安详无憾地从这个世界离开了 这才是真正的得道吧 他们都破了五镜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